好,那当然了,其实好像江老板今天还带了另外的一位朋友的祝福 好像这位朋友呢,跟咱们关系也是非常不错 跟电影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究竟是谁 大家好,我是口袋妖羊子 作为群妖骗子团的军师 骗个人,骂个妖,那都是我的本职工作 请大家不要对我产生误解哦 我豆腐心的一面,运告片还没有展现出来 12月4日,请大家来看看我这个妖戒良心 妖戒良心,真的鬼马精灵可爱 江老板赶紧跟我们介绍介绍杨子在这个影片当中的身份,好吧 本来没想过找杨子的 因为看完片以后 就觉得里面口袋妖 对,对,对 因为是口袋 现在我们改 对吧,要跟隐无邪这个角色 这个戏不够 所以后来我们觉得跟导演商量觉得 隐无邪跟口袋要这个隐无邪 必须给他一个个性 因为觉得应该给他配上一个古灵精怪的腰 因为他都是白石上用来骗人的 是他的军师 军师 所以想到古灵精怪的形象的人就想到杨子了 因为就这样我就打给他了 他也觉得他也听过这个电影 他觉得看完这个东西也很好玩 他就愿意来了 非常感谢他 这是一个非常古灵精怪的一个想法 最后就变成杨子出现 OK,我们也期待 心音出现 对,期待一下我们杨子为我们出书生的这个亲情献生 也算我们杨子和李健的再度合作 我们也共同来期待一下 OK 一个道具 但是呢 台词台本上是有他跟我一些对话的一些内容 后来好像是因为 导演和那个监制江老板他们会觉得 可能之前的亲爱的热爱的播出反响不错 觉得我跟杨子老师的一些互动好像也感觉也不错 所以就找到了他希望他能来做这个的 理人化配音化 把这个应无邪的这种感觉的东西 来通过他的这个真人的这种感觉来传达一下 他其实也是一个北京女孩 所以他那个那个气势那个范儿 就其实特别特别调侃 和我之间能产生那种调侃的那个感觉 所以大家看过片子的时候也能看到 我演的这个白十三和这个应无邪之间的一些互动 对对对